9月以来第三次美司法部指控中共情报人员盗窃知识产权,美国司法部总部大楼周二30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份起诉书称,中共情报人员与黑客和公司内部人士密谋侵入私营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并借取商用喷气式客机中使用的温轮风扇发动机的相关信息。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指出入信系统时,一家中国大陆国有的航空公司正努力研发类似的发动机时人被指控窃取的敏感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会被中国中共用于制造相同或类似的引擎,并且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研发成本。 华盛顿邮报称此起诉书是9月以来,美国第三次指控中共情报人员,及其线人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助力检查常德莫斯,John Wimers,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与我们的联邦合作伙伴一道,我们将加倍努力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投资官员称。 这起事件从2010年开始至少持续了5年该发动机,是一家法国公司和一家美国公司合作开发的2015年9月中共向美国承诺不进行窃取商业机密,让中国大陆公司获利的商业间谍活动。 然而专家们表示,中共的网络商业间谍活动已经恢复,特别是负责外国非军事间谍活动和处理国内反间谍活动的国家安全部。 在起诉的被告中扎容,Zorong Ine, Chaimung China Ine,及其他人就职于江苏省国家安全局。 扎容被控入侵法国公司,而柴孟负责协调黑客和在法国公司苏州办事处工作的两名中国员工顾跟Guggen Ine,和田锡Tionce Ine,的活动这两名中国员工,也被指控协助偷盗技术。 路透社的报道,颤九月底,一名美国陆军预备一惊人技超群,因为为中共情报部门招募工程师和科学家,提供美国国防承包商雇员的信息。 在芝加哥被捕10月初司法部,宣布拘捕一位中共国家安全部的间谍,指击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并试图从美国几家航天航空企业盗取商业机密。 这名被指控的间谍徐盐军,Engine ZEE,被美国从比利时引渡。